拿出來,這就是R L加R 曲線部分我們就 硬是要用這個式子來做 我們現在看書上有一個例題 書上有一個例題,是這樣子的 我們從那邊坐過來好了 在一個區域裡面 這是某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裡面呢 有均勻磁場的分布 均勻磁場 這個是均勻磁場 我們現在 擺一個 長方形的線圈 長方形的線圈 擺在這裡 我們底下呢 有細的一個重物 它的質量是M 質量是M 細在這個線圈上面 這個線圈的長度 從這邊 到這邊是A長 現在問 如果這個都沒有電流的話 你重物一吸上去 一放手 它整個就掉下來了 對不對 被重力拖了 就往下掉 他說 如果 我要讓這個導線上面 有電流 如果 如果 它有電流 如果 它有電流 問這個電流 I要多大 它才不會掉下來 I要多大 它才不會掉下來 OK 就說要讓這個物體 形成平衡狀態 那麼電流是什麽 我們說這是一個系統 系統 平衡 就是說這個裡頭 本來不動就通通不動 一直都不動 平衡狀態 就 我 在這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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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做 很多 都要用到普悟嘛 平衡 一個系統在平衡有什麽特色 什麽叫平衡 什麽叫平衡呢 它所受的力 外力的合力等於0 就是平衡 對不對 外力等於合力 外力的合力等於0 這個系統就是平衡 那現在我們就看它所有的力 Sigma F F是指外力 好 你現在把這個 關鍵物體 找出來 它有哪些外力 它有哪些外力 最簡單的一個就是這個力啊 它受一個 M G的力朝下 還有什麽地方有力啊 還有什麽地方有力啊 這一段 這一段導線沒有力 因為它不在磁場裏面 這個導線呢 這個導線呢 因為它的 因為它的 我們的力是這樣子喔 因為它是直線嘛 對不對 I L Cross Speed 這段導線有沒有力 有 它的 I 朝這裡 I就是 L就是電流的方向 I L CrossP 朝這邊 這個力朝這一邊 所以這兩個力啊 抵消了 這個力 跟這個力啊 大小相等 方向要 相反 這兩個力抵消了 那就是 沒有這方面的力啊 那還有一個什麽力呢 這個地方 I L CrossP 向上 我們說這個就是 FI OK FI 好 這個就不必考慮了 好 因為這個大小 跟這個大小一樣 方向相反 所以只剩下這兩個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寫成 FI 加上 MG 等於0 那現在我們一個一個來啊 MG等於什麼 它方向是朝-Y的方向 那FI是什麼 FI 就是 IL CrossP 那它現在就是 I A CrossP 因為它L等於 A這麽長 A的方向就跟電路的方向一樣哦 所以它 最後的直 是朝上 I I A D 好 我們把這個帶入第一式 把這兩個 帶入第一式 我們就得 得 I 要等於 這個等於 這個等於這個吧 MG OVER AB 等於這個 那你把這個都用標準單位帶進去的話 電流就是 單位就是 安培嘛 好 現在有一個 問題 就是說 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增加這個電流 把電流啊 加大 電流加大 當然它要有電動式 我電動式 比如說多串連一個 它 它電流加大 我把這個電流畫出來 這是I在這裡 電流 如果電流加大一點 就是電流有一個增值 電流變大一點 它就會上去 它會往上提哦 往上提哦 啊 電流大一點 它就會往上提 因為這個力啊 這個電流大一點的話呢 這個力就比較大嘛 這個力 這個力比較大嘛 這個保持定值嘛 所以它就會 往上 往上這個 把這個物體舉起來 物體舉起來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 就是看 它是受什麼力呢 這個力 這個力啊 也是屬於磁力啦 磁力能夠把它舉起來 舉起來 這要做工耶 做工耶 那不是很奇怪嗎 磁力不做工 為什麼這個時候 它會 把它舉起來 舉起來要做工啊 對不對 這裏頭到底是 怎麼個解釋法呢 好 我們現在來這裡看一下 好 我們說 增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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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磁力 然後 會把物體 舉起來 物體舉起來就是做工 它的工 要等於它增加的位能 等於mg增加的位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根據 能量守恒定律 好 那麼 work work of mg work of magnetic force 要等於這個物體所增加的能量 我們說這個我們可以寫成delta ek加delta ep 那麼這個我們假定 假設它舉起來的時候 假設這個等於0好了 OK 我們就假設它沒有動能的改變 整個全部都變成位能好了 全部都變成位能好了 那它應該是等於什麼 等於f的mg乘上h 乘上h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工寫成這樣子 好 magnetic force做的工 我們比如說舉起一個h高好了 乾脆我就寫這個地方 就寫這個好了 寫成ep好了 寫成ep potential energy 好 那麼 我們說這個magnetic force 做的工 它就等於f i but 如果 它位於一個h高的話呢 dot h 好 好 那麼 work of 就是ep potential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我們寫增量好了 就用增量 增量 它就等於mg乘上h dot h 這個 這個 沒關係 我們就寫這個mg mg dot h ok dot h 好 那麼 我們就有這個 i i ab 乘上h 要等於mg 乘上h 這是後來的 減掉起初的 我看看這個 delta ep mg 好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約掉好了 哈 我們先不管這個 其實我們只要看這邊 其實我們只要 這個就是說 它可以把這個物體舉起一個h高來 這個h高呢 正好要等於mg乘上h mg乘上h 好 那現在我們就 呃 直接寫這個就好了 這個底下都沒有關係哈 我們就寫i a bh 哈 這個我們不要看它 就說 就是說它會做工 要做這麼多的工 這個工啊 因爲 i b i ab 正好等於mg i ab等於mg 所以它就是 等於mgh 我們直接寫到這裡就好了 好 因爲 因為這個 i ab等於mg 那現在我們就要問啦 為什麼這個磁力會做工呢 磁力做工 這個 這個工是磁力做的嗎 這個工是不是磁力做的 磁力明明不做工啊 那怎麼會有這個力呢 怎麼會有這個工呢 好 我們現在從這個觀點看看 好 我們這裡畫一個圖 這是一個導線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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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點點和q 我們假設它是正的喔 正的喔 它電流朝這邊流 電流朝這邊流 我們假設 它的速度 速度朝這一邊呢 以w的速度 這個是drift velocity drift velocity 朝這邊運動 本來是這樣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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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麼這個電荷啊 有速度 它又是在磁場裡頭 這個是磁場 磁場 在磁場裡邊 它就會受一個力 朝這一邊呢 會受一個力朝這一邊 q w cross b qw cross b 好 好 這邊 本來是這樣子 好 現在我們 假如把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 比如說 把這個 這個導線 你不是電流增加 它就上去了嗎 對不對 電流增加它就上去了 好 那我們看它上去了 好 它這個 這個導線 又以 u的速度 往上跑 導線 以u的速度 往上跑 q跟著它往上跑 q 好 這個時候啊 它就會受一個力 這個力是什麼呢 朝這一邊 你看 q u cross b u 朝這一邊 好 這個是 u q u cross b 朝這一邊 u cross b 朝這一邊 OK 好 那麼 於是這個q啊 本來是朝這一邊的 現在往上移了 它的運動速度是朝哪裏呢 往這個方向 和速度的方向 和速度的方向 它的力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 合力的方向就是這個 啊 合力的方向 OK 這個就是 我們後來的這個 你 全部的magnetic force 全部的magnetic force 就是 就是說 你現在magnetic force 朝這一邊啊 它 它才會上去了 對不對 或者說 它上去 它上去 那麼這個q會受一個 這樣的力 往這一邊 反方向 這反方向的力啊 就會讓這個q啊 速度會減少 它原來朝這邊運動 對不對 你現在一往上的話 它有一個力朝這一邊 這個力會讓這個w減少 但是我們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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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速度沒有少 那就是說 我們把它接在電池上面 電池不會讓這個 速度變小 因為它讓它的電流保 保持原來增加的這個值 那所以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它這個 我們算這個 這個力呢 叫做 這個我們 把它寫成f horizontal horizontal 就是 朝水平方向的力 一定有一個 跟它原來在導體裡面 移動速度相反的方向的一個力 最用在上面 那麼 這個力啊 就是朝這裡啊 那也就是說 這個f horizontal 它的方向是朝哪裏呢 負的 x的方向 我們 這裡 設一個xy 它就是負的x的方向 q u b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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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啊 我們說 因為有這個力 所以這個q 它的速度要變小 它為什麼不變小呢 就是它有一個 有一個 電池有一個力 它電池會給它一個力 因為 這存在 使得 w 要變小 因為它的方向跟它相反嘛 要變小 要變小 就是它的速度變小 速度變小 好 但是 但是啊 因為它有EMF的存在 W呢 並未變小 變小 那就是說 你這個 EMF 它做著功啊 就是因為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這個 F EMF 做的功 正好克服了 它的horizontal 方向的力 因為這個力啊 跟這個方向相反 它 從這裡推它 所以它 它 它不會 不會變小 好 那麼 這個就會做功喔 EMF 就會做功喔 EMF做功 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F EMF EMF DOT DL 好 那麼 我們說 這個等於什麼東西啊 它等於Fu的horizont 那就是等於正的X Qub 好 我們可以把Q啊 把它 我們可以把 把這個 沒關係 我們就先這麼寫 U B 也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啊 Laminar乘上A U B Q Q就是這個 Q其實就是這個上面的 這一段 的電量 我們剛剛是畫成一個了 其實它就是這一段長 這一段長 上面的總電量 總電量 那麼 Q是等於Laminar Laminar 就是單位長度的 電荷 電荷的 這個長度 激素 好 那我們可以寫成這個 Q 注明一下 等於Laminar乘A 好 我們把這個 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 這個DOT這個 FEM 那就變成 A Laminar A B 好 那這個是變成 U DOT DL U DOT WDL 我看看 U到DL 對了 好 現在我們把這個式子呢 U 是朝上 對不對 DL DL 我們可以寫成 W DT 速度 速度 Q的速度 速度 乘DT 它的方向是X的方向 好 把這個 積分 積出來 它就變成Laminar A B W A ABW 這個U 這 括弧一下好了 乘上 U DT的積分 好了 乾脆就是寫成這個 這是U DT 我還是照它這麼寫 U 乘上 DT 或者U 全部都可以 拿出來都沒有關係 U 拿出來 U 拿出來 0到T 好了 0到T 所以Laminar ABW 就是U乘T U乘T 就是 它 你這個 不是上去了嗎 有電流增加 它不是往上提嗎 提高一個H 提高一個H 所以這個H等於什麼呢 等於U乘上 T U乘T U乘T 所以U乘T 我們寫這樣好了 U乘T 所以這個就變成 Laminar A B W 乘上H 乘上H 好 那麼我們如果再把這個 改一下的話 改一下的話 那麼我們先把它寫出來 再來解釋 I B A H I B A H 好 好 這個地方 I 是等於 Laminar 乘上 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 那Laminar DL 好 這個是DL OVERDT V B DL DL A C N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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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ver T就可以了 所以从这里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做工其实不是磁力在做工 他做工是什么在做工呢 是EMF EMF就是说这个电池 所输出的这个工 就是等于 所以这个磁力所做的工 这个正好跟这个是一样的 I B A H 跟这个前面这个是一样的 I B A H 这个I 我们可以把这个 最后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工呢 我们看看 我拿这个来看才知道 有没有擦掉 在这里 I A B H I A B H 所以这个 EMF做的工 其实就是 Magnetic Force做的工 所以我们说 Work of Magnetic Force 实际上呢 是等于EMF 也就是说 不是磁力在做工 而是这个电流在做工 电流在做工 OK 就是电动式的内能呢 转变成为这个工 内能 所做的工 内能转变成为机械能 让它做的工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另外看一个 磁力 我们刚刚是 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是等于 I D L X B D L X B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它写成这个 这个情形 我们把这个 I呢 写成 J D A D A就是它的界面积了 界面积 然后我们把这个 D L D L Cross B 另外写 这就是I 这个就是等于I OK 这个就是I 好 现在我们 知道 D A是什么呢 D A就是 电线里面 就是Current Density 流过的这个界面积了 一般的电线 一般的电线 它的界面积 跟J是同方向 同方向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J 身上D A 我们为了这个 表示 它 跟它是同方向 那就表示 这个是一个界面 界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这个形态 这个形态 OK 这个形态 它两个同方向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 这个还是D L Cross B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D L 向量给它 那它就变成 J Cross B D L给它 它就变成 D A 乘上D L 这是D A 是界面积 D L 是这个长度的话 那这个就是等于 体积啊 这个就等于 J Cross B 乘上D Tau 那D Tau呢 就是 体积基数 D Tau 就是等于 D A 乘上D L 所以 我们 就可以写成 F 电流 带有 带有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里面 所受的力 这种力 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的形态 J Cross B 这个地方就变成J Cross B J Cross B 乘上D Tau OK D Tau 这个地方有时候啊 我们以后还会常常用到 像I乘D L 就等于 等于这个 Lamina乘D Tau 是 等于J乘D Tau I乘A 我们看 我们可以从它的单位上面来看嘛 以后 有的是这 我们三种 下面的三种情况 我们都要写出来 这三种情况就是说 I乘D L 它的单位是什么 Ampere乘Meter 对不对 Ampere乘Meter 我们可以把I当作是等于 J乘上D A 在D L 那这个就是 J乘D Tau J乘D Tau 所以我们可以把 I乘D L 就换成J乘D Tau 如果你写I乘D L的话呢 如果是向量的话 向量是在这里哦 它是存量哦 如果写这种情形 要写向量的话呢 向量在这里哦 这个是存量哦 这个存量 ok 那么它还可以写成什么样呢 写成这个 JDA 还有一种就是 可以写成这个Lamina 乘上D A 应该还有一个就是Lamina乘D A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等于Ampere per meter square 乘上meter cube 所以这个单位是Ampere meter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如果是表面 如果写这样的话 这是代表表面的电流密度了 Lamina为表面 电流密度 它的单位是Ampere per meter square 不是per meter per meter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我这个表面上面 有电流这么流过去 流过去 流过去 I 流过去 那么我每一个 总的面积是I 那从这里到这里的宽度 如果是W的话呢 那么它单位长度流过去 在Lamina 就是I over W I over W等于Lamina OK 如果是Lamina的话 你看 那就要乘D A 乘D A 因为Lamina是等于这个 它乘D A的话 这是面积极数 面积极数它是meter square 所以这个单位还是Ampere 乘3 meter OK 所以以后呢 这个量 有时候用这个来代替 有时候用这个代替 这个是电流 这个是Ampere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是Ampere per meter 以后我们马上就会讲到 要有这三种形态 那么这个记住一下 那么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要讲到 Build Savalur 就是讲到这个磁场的来源 磁场 就是由电流产生的 电流产生磁场 它的关系呢 我们有两个定律 一个就是Build Savalur 还有一个就是Ampere's Law 我们下一次来看这两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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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